您好,我是陈海音,欢迎收看台湾1001的故事 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在台北西湖市场有一个隐藏版美食 那就是花雕鸡煲仔饭 先是用桃锅煮饭,熟了以后会产生锅巴 再铺上了带有花雕酒香烧成的五股鸡肉 69年次的年轻老板把一锅动辄千元起跳的花雕鸡改良成这样的清明价格 还放上了妈妈做的糖心蛋 这个全台湾独创的吃法果然是获得顾客的喜爱 烧得滚烫的砂锅,美锅再装着热灯灯的熟米饭 两道高温相遇,热气很快就从锅园冒出 这时包仔饭的灵魂,正正的锅巴香已经慢慢释放 过焦的话就会有骨味 所以它烤到刚刚好,所以要一直不断地翻 销魂的包仔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 砂锅会烤出一块块锅巴 烤久了大概就知道什么样的锅巴最恰到好处 当然这金黄金黄色的那种锅巴是最好吃的 就是不会脆,然后也不会过于软,然后也不会过于硬 锅巴饭做好以后,还要立刻铺上最人的花雕鸡 酒香混着锅巴香,在天上的绿色蔬菜和糖心蛋 每一口鱼的味都让人陶醉 就是看到锅巴,对,很喜欢 但是自己家里做不出来 对,没错 没有想到说这个西湖市场里面有很多东西好吃 下次可以多多来 每天这道全台独家研发的花雕鸡包仔饭就热卖上百锅 让客人选择锅巴多,锅巴少,然后不要锅巴 做起来不会麻烦,也是会啦 只不过现在都是人性化的社会 就是这样的客制化,让阿华的包仔饭成了西湖市场美食街里的人气名店 其实他在退伍后就和花雕鸡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他和几位朋友一起经营台北最知名的花雕鸡餐厅 九年后大家理念不合,于是奔道扬镳 他们那时候也怪我说,上一份工作那么好 一个月五六万那干嘛不做呢 好好的干嘛不做 那我就想说,与其一直帮他打工 何不适的自己创业看看 整整后一年时间处于无所事事 刚好弟弟在内湖做餐饮外送 他也才观察到,那一刻每天都有高达九万人潮 这每张口不都是商机吗 不然我们来做个吃的 然后那时候想说,吃的要做什么吃的 然后你说鸡腿饭排骨饭到处都有 那想说,除非你要做的,敢说做的比较好吃 然后想说,做一些比较别的没有的,比较有特色的 那因为之前上一份工作的时候 也常常去香港啊,澳门啊,大陆啊,这几个地方 有吃到煲仔饭的这道美食 于是他兴起要做煲仔饭的面头 开始在家练习包饭 也调制记忆中的花雕鸡酱汁 甜面酱啊,蚝油啊,然后还有一些独家秘方啊 你那个放过多就会过咸 然后那个过多又会过甜 当然都会有一些调整的 先腌过两天的去骨鸡腿肉 就在特制酱汁里先沐浴过 然后下锅爆炒 下锅的时候最主要是要让它的那个 它的酱汁,它的寿司就把它咬在鸡肉上面 就要煎得让它有点入味 然后呢,它的酱汁会附索在鸡肉上面 当酱汁完全融入鸡肉后 表面也会产生酱汁锅巴 就在要起锅前压轴大气是倒入花雕酒 我们的酒并不是酒会很重 就是我们有酒会再让它烧开过 所以它很像淡淡的酒香味 但其实正统的包仔饭上 并没有花雕鸡这项主角 完全是因为过去餐饮经验 才会将花雕鸡结合包仔饭 创新还包括加入更多的配菜 像是自家做的糖心饭 这个包仔它就一根青菜一样了 那我们因为这个在台湾可能接受度不高 然后再因应我们这边中午内科的需求 那我们就把它做得比较丰富性的 就等于说会有一些配菜可以这样点做 不会单单就只有吃肉而已 改良还不止这一项 因为服务的是内科人 高科技连吃饭都讲求速度 于是他又有新点子 一开始也是用正统的包仔饭的做法 他是用生米去煮 包煮 然后后来刚开夜的时候呢 就客人就不愿意等 因为正统包仔饭它必须要 将近17到20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就后来客人就 因为这边都是内科中午的那个上班族 因为他们休息只是有限 然后后来大部分都说这样太久了 那你不要 然后后来我就又改良了 然后又把它精进了 就等于说我是用半熟米的方式 去用包仔饭 西湖市场美食街可以说是美食联合国 中式 日式 韩式 再到土耳其 新加坡和泰国料理通通有 前半年当他庆祝时 因为竞争太过激烈 曾经惨到一天只卖出十几国 一开始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包仔饭 那当然也是要去教育客人 包仔饭是什么东西 因为包仔饭在台湾它比较少人去做 因为它麻烦 因为它的经济效益不是那么好 后来跟着英帝质疑不断调整 终于路过客变成买单人潮 尽管如此也不因为评价而牺牲食材 北部华街我们是选用这个韩国的花菇 花菇它是生长在长白山上面 它的花菇吃起来比较厚实 有那种鲍鱼的口感 比较香 我们再搭配上那个嫩姜 然后以及我们特殊的调味料 还有一些少许的中药粉 然后去腌制 内用三十万创业 年轻的阿华每天就像只螃蟹 跟着走进它窄小厨房忙碌 终于四年经营下来 成功掌握那一刻人的味蕾 一家人一起工作 感情也变得更加紧密